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就像个巨婴一样 只会伸手找父母要钱 自己一点都不上进 不仅如此呢还算计 回家也就是知道玩 也从不照顾孩子 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 他总是在经济上给我施加压力 而且还多疑 总是在一点小事上炒个不停 乱花钱还爱攀比 平时做点什么他都不高兴 我的兴趣爱好他都不支持 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 多理解我一点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小金 36岁来自辽宁教师 女嘉宾小杨 28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金老师教什么的呀 我是教英语 您自由职业是咋个自由啊 我现在是全职宝妈 自己在家带孩子呢 因为我孩子比较小 多大 现在才一岁半 今天是宝妈来的 对 要控诉一下家里的大宝还是二宝 没法说 你别看她是个英语老师 戴个眼镜挺有文化的 大家说实话 她真的太不上进了 一个月才挣2000来块钱 因为一个月她只上8天班 然后平时她就整天在家待着 打游戏 踢球去 这都是她所谓的爱好 哪怕你平时出去摆个摊 你或者是你做点什么 能为家里进点仗的就行 但是她呢完全没有 经济压力说实话非常大 就是我也是感觉跟她特别累 我有去找工作呀 但是现在的工作 一般都是单休的 所以我找工作找起来 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费劲一些 我确实去找了 我并不是说不找工作 对不对 并且我的父母现在退休了 老两口呢 就是说生活也比较节俭 每个月也没有那么多花销 然后那你剩下的钱 你说她补贴给她的这个 大顺子 哎 你不让她画吧 她还不高兴呢 她每个月也会拿出来一些钱 然后补贴给我们家用 这不挺好的吗 并且你看我们两个人之间 对不对 我们也有房贷 没有车贷 那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小的 那我感觉这样的 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那我也不知道 你看那一天 这有虑的是什么 你看见没 大家听到了吧 父母给拿钱 你说她父母都多大年龄了 都已经70多岁了 我父母年龄也大了 他父母定期地会给我们的儿子拿钱 然后还会给我们 还会贴补我们 你说父母年龄那么大了 以后你说他年龄大了 八一以后用个钱什么的怎么办 你收了吗 我收了 你收了你说你是帮凶啊 而且你说我们还有一个儿子 马上明年就上幼儿园了 你说现在我们连孩子幼儿园的钱都没有 你说他现在一点都不着急 怎么没有呢 有慢慢都会有的 你看他总是这么说你说 慢慢父母总是会给的 而且你看他这个人一表堂堂的 实际上什么呢特别口 有一次就是我跟我老公 就是带着孩子嘛 然后我们去商场 前面嘛就是围了一堆人 都在挑那个叫琵琶腿的 然后当时我觉得 看价位挺便宜的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了 我说老公 我说咱俩那个买点琵琶腿回家给孩子吃呗 当时不乐意了 嗷一嗓子 看你像琵琶腿 成天吃买什么买 当时给我弄得特别尴尬 就站在那里我就不知道怎么好了 然后我就特意跟他小说说了一下 我说你小点声 我说你像有病似的 当时又不乐意了 又嗷一嗓子 你才有病呢 就这样的 当时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知道吗 我就站在那里 当时周围人都在看我 他推着孩子蹭蹭往前走 没事就跟我讲 自己一看自己照镜子 哎呀 老公啊 我这不行 胖了 我要减肥 天天就跟我这么捣咕 减肥减肥 回过头来第二天 今天中午吃啥呀 活活 烤肉 这换过来就又琵琶腿了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我跟你说啊 还有一点也特别来气 我跟他经常就是上市场 推着孩子 然后我们会去买一些水果给孩子 有两块钱一斤的香蕉 然后这边呢就是三四块钱的 就是多少价位的都有了 然后那个两块钱多的香蕉 去清去清的你知道吗 而且上面就有的地方 就是发黑你知道吗 里面上面还有一些斑点 他就跟我说 哎 买这个就行 什么样不都能吃吗 三四块钱的从来不让我买 香蕉这个东西 众所周知 它攒下来的时候 它就不是熟的呀 它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哎 慢慢地捂熟的 那个也不是去清去清的 你这有点夸杂起始了 把它买回去 哎 我们放两天 对不对 这不就一样吃吗 并且那外面看着有点黑点 其实它里面好得很 是是是是 那没有问题 没错 我觉得 多大钱办多大的事 对啊 对不对 那你说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就直接买点香蕉种子 你回家种得了呗 不是你买香蕉种子 回家种不出来呀 你要当种我这给你买 你说孩子才多大 才一岁半 他吃他能吃多少 你为什么不知道 给孩子买点好的呢 还有一件事啥呢 就是平时买的蓝莓 吃蓝莓对眼睛好嘛 然后我今天给孩子买点蓝莓 有五块钱一盒的 还有十五块钱一盒 还有更贵的 那五块钱一盒里头的蓝莓 特别特别软你知道吗 就都已经囊了 十五块钱特别自然 特别硬实 然后我说 我说给孩子 就是买那个十五块钱一盒的吧 又不乐意了 蓝莓这个东西啊 我接触的不多 基本上是没吃过的 我对这个硬和软之间 没有这个比较 我以为两者之间 可能差距不大 有便宜的 那你说我为什么买便宜的 对不对 那那个相对来说贵很多 那你说谁愿意 给孩子不买好的啊 就挑那喜蓝莲的 那么便宜的 不是 你凭什么判断 五块钱的蓝莓 就一定没有十五块钱的好 但是五块钱 我跟您说 里边都有挤的你知道吗 都已经都憋语了 有的都疼胖了 我中国蓝莓我有发言权 你真错了 品种不一样 口味不一样 所以它的软硬也不一样 而且给那么小的孩子 吃蓝莓干嘛呀 大家我看都给孩子 你了解蓝莓是怎么回事吗 怎么进到中国吗 都说 你知道吗 都说 所以你就只是都说呀 什么都不清楚 天天在那滋愣滋愣的 他倒是听别人说 他在结婚之后 生完孩子以后 加了一个宝妈群 进到这个宝妈群以后 这个人就开始变得 特别爱攀比 别人孩子有的 他一定要给配齐 咱就打个比方 就是带个那个防护脑袋 就是容易渴嘛 走到那个孩子 他看眼睛加油了 马上必须给配上了 买回来以后 给我儿子一袋 他不愿意带 你答应以后 孩子这儿好得不高兴 你看这个东西 你说这不就是 没有用的东西 你去买 其实我觉得 给孩子买头戴的 那个防护的 对孩子其实有好处的 你说孩子那么小 没有任何好处 他刚学会走嘛 没有任何 那他要摔了怎么办呢 摔摔呗 你大小没摔过呀 其实我跟你说 就是他这个人 然后什么都不让买 你知道吗 就是包含我 就是我嫁给他以后 真的就买过两回衣服 第一回就是怀孕的时候 而且我怀孕的时候 那一身衣服 我真是从怀孕到生 就那一件衣服 就是洗完了以后 我都不能出门 什么都不让买 那你看 成天反正就是这么说 我这个人吧 你看我是来自东北 但是我没有像东北男人 那么能喝 我不好喝酒 我平时的爱好比较少 我就是好打着游戏 没事踢点球 那踢球这项 我觉得这是对身体健康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快别提你踢球了好吗 你说你啊 你踢球可以 我从来不妨碍 对不对 你一周你可以去一次 他人家倒好 周一到周五 人家是干嘛 最少得有三天出去踢这个球 而且你说你踢球也行 你别带伤回来呀 有一回踢球踢的 嘴丫子都冒血了 全都破了 这脸这这种全破了 这那衣服啊 裤子全卡破了 第二天啊 班都没上 休息了一个星期 休息这一个星期 一分钱没挣 然后在家待着干嘛 天天打游戏 就周一到周五啊 我就这边说 我老公你起来 你起来看看孩子 我这边做饭呢 嘴里答应特别好 行行行 你看那个起来起来 结果半天了还没起来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过去掀他被窝去了 哎呀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都说起来起来 你着什么急啊 就是态度特别恶劣 那踢球这项运动 你看大家众所周知 那它就是一个 对抗性的运动 那受点伤在所难免的 别急你受伤了行吗 你看踢球哪个不受伤 你有一回 那腿都卡成什么样的 脚让人家踩得那么肿 一个又休息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 那我也不是特意的 一分钱没挣 父母给贴补的 父母给拿的钱 度过的这个月 你说我们的儿子 还得买纸尿裤是不是 还得现在我断奶了以后 他又开始喝奶粉 我俩的这个手机费 电费 煤气费 你说哪哪不是钱 那父母要是不给钱呢 以后父母 不可能跟你不在了 我问你你怎么办呢 成天你反正 你就爱说我 那你自己 你谈谈你自己的爱好 我儿子大了以后 这美其名语 为了给孩子看 天天现在买的鱼 然后鱼缸也配上了 配上鱼神 还得四龙它 天天给它混水 对不对 这就不提了 然后又配了一个乌龟 这个乌龟 丑的是不大 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但是他拿了个 这么大的洗脸盆 来来撞这个乌龟 你说家里 本来就那么大地方 对不对 没地方放 那堆一堆玩具 然后他给放在哪了 放到厕所里了 放到洗手间里 那这个洗手间 本来就那么一条过道 对不对 你刮堵一个盆在那 前几天晚上 我这上晚上起来 起那个伤手去 好嘛 这一脚光 要我给踢洒了 不仅孩子醒了 然后这边 我还得去熟识这个水 你说你 这不是给家里添度吗 它近是多少度 七八百度 你说近是这么严重 晚上玩游戏 一直玩到大半夜 十二点 有时候都玩到下半夜 开个灯 你说不费电吗 再说了 你上个厕所 你能不能把你的眼镜戴上 人家不戴 再说那么大盆 你看不见吗 那你说 假如说没有这个盆 我能卡吗 我原来吧 其实是做兽艺专业的 我爸特别喜欢小动物 我跟他出对象的时候 然后他知道 我喜欢小动物 他特意给我买的小仓鼠 还给我配的笼子 给我送班上去了 为了让我高兴 结婚以后呢 你说我孩子特别喜欢鱼 特别喜欢小乌龟 每回带孩子去 孩子都会在这个市场摊上 就一直在看这个 一共买了四条鱼 才三块钱 用不了多少钱 再说我整个鱼缸 我就摆在咱家鞋棍上面了 一点都不害事 鱼啊 乌龟啊 这些这都是天事的东西 你说自从有了这些东西 那孩子 看孩子这个时间 他去捕捉这些乌龟和鱼去了 然后这会儿把老张娘也整来了 老张娘你说 这边还得帮带孩子 还得去干家务 你说你是相当于光说我 你这不也变相里啃老吗 你不要说干家务好吗 我妈那么大年纪了 在我家哈个腰 在那拖地以后 人家老先生干嘛呢 跟他打游戏呢 打游戏不说 我真忍不住 我真想骂人了行吗 你们俩绝配啊 你们俩带一孩子都带不好 家都收拾不干净 还在这儿互相指责 指责什么呀 别老说别人了 自己也不怎么勤快 哎呦 真是听得我太 你们接着说吧 我也不说了 刚生完孩子的时候 可能时间也不太长呗 我的父母来看孩子来了 我当时我就是从 这个刚生完孩子的第二周 我刚出院没多长时间 我跟我婆婆来了 然后我就躺着 跟那个我婆婆说一声 我说妈来了 我声儿还特别大 我怕老人家听不见 因为我没有起来嘛 我当时她脸子就特别难看 脸子就掉下来了 然后等到我婆婆公公 她给我婆婆公公送回家以后 回来就跟我大吵一架 嗷嗷吵吵 就当时给孩子都瞎哭了 就因为我没有起来 那我觉得啊 父母年龄这么大了 你看来看孩子了 那毕竟还给孩子闲话 最起码出于尊重 不需要你站起来去迎接 对不对 你哪怕坐起来呀 当时我刚从医院出来 是不是 我刚做完手术 我在家后就疼了 有时候半夜我都哭 你知道吗 反正我感觉就是 对我父母就是一种不尊重 那你变相就相当于 不尊重我一样 就不尊重你 你值得尊重吗 我对 这句话 你哪人值得尊重吗 老师这句话也是 完全可以不尊重你 视你为空气 你就根本没有什么 可值得尊重的 不是 老师 我想跟您说一讲 他真的不值得尊重 没错 我同意你的观点 你还打断我 不是 我就 哎呀 活不了啊 来来来 接着来 接着来 我真的就是 接着说 我还跟您说一件事 啥事呢 就是你说吧 就是刚出院了没多长时间 他又去跟他同事们聚餐去了 出去吃饭 又喝酒 唱歌啥的 晚上那都几点了 那都半夜了 我跟孩子 就还等着他回来呢 我给他打电话不接 发信息不回 半夜了 你说他还没回来 结果人家干嘛去了 回来一看 哎 送人家女同事回家了 你们聚餐那么多的 单身的男的不送他 凭什么就让你送啊 那你说一拙的人喝酒 那都喝醉了 我那天开始我也没喝酒 那你说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是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听明白 这还有什么谁的问题 都有问题啊 没长大 没长大 真想过好啊 想过好 那毕竟有孩子嘛 有点懒 有点懒 特别懒 看看怎么帮助一下 这对年轻的小夫妻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们两个人今天真真切切的 就是一堆巨婴夫妻在相互指责 你们两个人现在已经很享受 每个月父母给你们钱 虽然你嘴里说老人七十多岁了 我如果不要 他不高兴 老人家是看到你们两个人这样的生活态度 生活状况 无奈给你们钱 你明白吗 如果你们两个人很要强 自己能赚钱 而且把家庭经营得很好 老人会这么做吗 而且凭你们两个人的能力 背景 是不应该每个月只有两千块钱收入的 你们两个人现在已经变成温水当中的青蛙 已经享受着父母每个月给你们钱 给你们家用 维持你们的生活 我就问你们两个人一句话 好意思吗 一个28 一个36 就是懒 我觉得现在最可怜是你们家孩子 一个没有真正长大的 想要承担责任的父母 在当他的父母 还好意思在这儿彼此抱怨 你们有什么可抱怨的 既然想结婚 清楚结婚两个字的含义 两个人共同组建家庭 为了让家变得更好 为什么要生孩子 是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你一直在那儿说 我想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 我想让孩子活得更好 你想过吗 真正想过吗 你没有 如果你有想过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那你就想了呀 我做英语专业的 现在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 那你呢 踢球了去了 所以我觉得你俩是真正就没想过 为什么要结婚 只是盲目地跑去组合在一起 现在抱怨什么 所以这两位父母 我到今天想请你们想想 你们到底是真的是在啃脑 还是在啃自己的青春岁月 我倒觉得你们啃的是自己的青春 比啃脑更可怕 谢谢小鹏老师 许总 我刚才听到一个细节 家庭月收入两千 你们还有补车是吗 你不开车送女同事吗 对吧 是 那车是谁提出要买的 是你吗 我这是结婚之前买 结婚之前是用你的钱买的吗 是 你的钱 每个月两千块钱 你的钱 我曾经出国 然后回来以后 曾经辉煌过 也不算辉煌吧 曾经比现在好 对吗 是 你们约会的时候 是不是她开着车去打 对 所以你看 问题点 你以为她是有车有房的 你以为她很辉煌的 你以为她可以再创辉煌的 对吗 对 所以你才踏实实地 让自己做一全职的母亲 所以你才现在 拿到了两千块钱 她的贡献之后 你觉得不对了 所以核心在哪儿啊 你要过的日子是哪儿的日子呢 有车的男人 给你一个安稳的家 你不用工作 你要吃十五块钱的蓝莓 可是她事实上呢 她都没吃过蓝莓 对吗 对 你是本着说 我来享福来了 我来做全吃大家来了 它就是我未来享福的 唯一的一个工具 你把所有的目光 所有的力量 都在怎么去改变它 你应该可以的 你周末去工作 你应该到午夜去工作 你赶紧去吧 咱们的家不行了 我要攀比 我要像那宝妈群里的 那样的生活 我要的是那样的生活 不是她现在认为的说 我们没问题啊 老人给我们钱 我们收啊 他们开心啊 然后我们现在日子 过得挺好啊 她不求上进啊 她在打游戏踢球啊 她给的不是你想要的生活 唯一现在破局的就是 第一 你要面对现实 你要做出改变啊 你光去改变 它没意义啊 改变自己啊 未来如何改变 只通过它是 改变不了你们家庭的状态 你得动起来啊 你又何尝不是在啃老呢 你就啃自己的亲人吗 他算一个 他父母算一个 然后你的父母也算了 对吗 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吧 别指望他 你呀 曾经成功过啊 对吗 为什么不能挺直了腰杆呢 因为很好的专业 完全是可有大把的 发展的机会 好吗 动起来吧 两个人都要动起来 这个家庭关系的状态 才能做改变 就这样 谢谢曲姐 张大老师 你们俩呀 没有任何的资格 去指责对方 他管他爸他妈要钱 你管你爸你妈要什么 不都是一样的吗 你妈妈都过来帮你看孩子 帮你带孩子 帮你收拾家擦地了 你怎么不出去工作呢 所以有什么资格指责他呀 人穷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又穷又懒还贪婪 你们两个人 不光是身穷 心穷 所以日子 才会越来越穷 不要心里攀比那些高知 觉得别人家孩子 要有什么 我们家孩子也不能缺 看看别人家孩子的 爸妈在干嘛 再看看你们家孩子的 爸妈在干嘛 所以就以你们两个人 这样父母的榜样的力量 言传身教 你们的孩子能好到哪儿去 我说的话不好听 但是是事实 如果想让你们未来的孩子 有出息的话 出人头地的话 拜托爸妈先努力努力 好吗 谢谢刹那老师 对你来说很简单 不要活在底层舒适圈 对吧 你的舒适圈 是你爸妈给你构建的嘛 对吧 你不结婚 其实两千多块钱也够了 问题在你结婚了 所以核心还是懒 对您来说也特别简单 清醒吧 务实清醒吧 你是思想上太懒惰了 结了婚不是要依靠一个男人 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互相扶持着往前走 我结婚是因为我喜欢一个男人 我生孩子是因为我喜欢他 同时我想做妈妈 我作为妈妈要出去工作 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 我要独立的收入 我要独立的人格 这是你该做的事情 所以两位都太懒了 但是我相信啊 以你们的能力 如果你们愿意 你们的日子能过得非常好 梦醒一醒 好吧 好 做个好爹 做个好妈 做个好儿子 做个好闺女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听了老师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我也知道了 我自己身上存在了哪些问题 从现在开始呢 回到家以后 我会好好地做个妻子 当好妈妈 我自己强大起来 我呢也要自己强大起来 长篷工作 不再依靠老公 我可能以前 对于这个家庭付出的太少了 这次回遇以后 我一定会努力地改变 为我们以后的生活 做出更好的努力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来请关门 欢迎大家通过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加油吧 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见证 处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